不要再用 single use plastic straws 所以我絕對不會教你 可不可以給我一根吸管的英文 但是我要教你 可不可以不要給我吸管的英文 甚至這麼快都會露出雙話 我唱過的女人我是Claire 這個東西叫做吸管 它的英文叫做 straw 或者英國腔 你可以唸 straw 我今天就來教一個 跟吸管有關的片語 The last straw 不是最後一根吸管的意思 它字面上是 它的意思其實是 壓垮你理智線前的那個 最後一根稻草 straw 也有一個意思叫做 道桿的意思 My boss asked me to go out with him again Again And I was like This is the last straw I quit OK 今天就教完了 今天就真的只教一個 不然你們到底要學幾個 不要再用 single use plastic straws 你可以買很多種類的吸管 reusable straws paper straws glass straws 我絕對不會教你 可不可以給我一根吸管的英文 但是 我要教你 Can I get that with no straw please? I'd like a large boba tea with no straw 我想要大杯的真奶不要吸管 不要以為只有 手搖眼才會遇到吸管 你去酒吧喝酒 雞尾酒會給你那種超細的吸管 那個也是 你有時候明明只點一杯飲料 可是他給你兩根吸管 Can I get two gin and tonics with no straws? Can I get two gin and tonics with no straws? 我要兩杯通勤零雞尾酒 不要吸管 So now I'm asking everyone to join this challenge Refusing single-use plastic straws for a whole week 我想邀請螢幕前面的你 跟我一起做一個七天的挑戰 在未來的七天裡面 你要連續七天 都不能用到任何一次性的吸管 請你主動跟店家說 我不要吸管 但是 你也知道有時候店家總是攻北天 或者是太忙了 你知道耳背沒聽到 請你把那個吸管留下來 請你不要用 等到七天之後呢 你把多出來的吸管 或者是你根本沒有拿到任何吸管 請你也拍張照片 私訊給我 來分享一下 你的心得是什麼 Would you be down to do that? 你會願意做這件事情嗎? 下面留言 我要七天 不用吸管